17坪的小坪数 如何规划三个房间容纳一家四口 本案屋主为小家庭 屋主夫妻都还年轻 两个小孩也还小 加上本身为家具商的专业背景 对美感颇有要求 因此装修上以现代而明亮的风格为主来装修 设计师要如何将17坪当30坪用 让一家四口生活更宽敞 这个空间它本身的高度是挑高4米2 屋主它是想要走现代检约风的一个风格 我们就用白色系的一些材质或者玻璃 来表现出它的现代感 小坪数的话我们是使用悬臂楼梯来设计 就可以营造出小坪数空间放大的效果 这边的话我们再搭配光源从楼梯榻面里面投射出来 会更增加它的清凌度 然后楼梯扶手我们都会用 跟空间比较搭的现代风的比较细的线条去呈现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它中间有一根横梁 第一考虑就是楼梯为了要闪避那只梁 因为要配合它两个走向 人上来到楼上会都会去撞到的一些问题 搭配整体空间的风格做一个斜面的造型 这边我们设计了一道拉门 那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因为说 楼上的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一点 所以假设我们做一般的这种推开门的方式 会比较浪费空间 那像这个衣柜的话 门面的部分就使用了镜面 那镜面一来有放大这边小空间的效果 那二来的话就是它也可以当一个全身穿衣镜来使用 选用半透明的玻璃材质 一方面就是当然会骨打它的房间的影视清 那二方面的话 两个空间互相的光线可以流通 我们为了让一楼的空间更有连贯性 所以我们是采用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那基本上呢 这个吧台的高度我们是特意的稍微降低一些 这样子的话通透性也比较足够 这一间是采用一半高度的青壳间 再搭上青玻璃的使用 让这样的空间比较不会有阻碍 那这一间的话里面是浴室 外观是以藏门的方式去把它隐藏起来 省掉那些外面的门靶 保留了跟整体造型搭配的优点跟流线感 这个电视主墙面结合了鞋柜跟电视柜 有一个一体的造型 电视柜它本身的部分呢 考量到它厚度的问题 因为太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楼梯动线 所以我们柜体的部分就是没有把它做凸出来 那纯粹一面电视墙那收纳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让它移到下方的矮柜 墙面它本身的材质是选用美奈板 那美奈板的好处就是耐刮 耐掌 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因为它是两面的 跟整体的现代感比较能搭配 因为它有一些能透出一些光反射的光泽 单身贵族的南屋主注重生活的机能性 让父母偶尔来访也有暂时居住的房间 三米六挑高的十平星成屋 如何能够让空间平数发挥最大的效益 并且符合生活机能需求 郑秋如设计师要如何满足机能规划 与风格营造这两项挑战呢 我们在这个小空间做了很多高低差的运用 所以像这边虽然是小空间 但是读书具一样是可以粘粒的 我们想要让它有双向的感觉 有两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楼梯也做了L型的双向 让它有不一样的空间的特性 这边我们是采用玻璃 让它有延伸的感觉 比较高度 比较感觉比较高 做一个屏风 它就像屏风式的浮瘦 再加上搭配不一样的材质 不同的玻璃有颜色 让它也不会太花俏的感觉 因为屋主外表虽然很冷 但是它的内心很温暖 所以我们特地做了这个颜色 让它感觉比较活泼的感觉 沙发上面 因为我们在小空间里面 它长度没办法放得下去 所以就必须要拆组 所以我们把它用局部的尺寸下去拼凑 但是它这样子运用也是有一个弹心感觉 所以很活泼的也有那种放荡的感觉 电视墙上面会有做一个高度的感觉 再连接天花板做一个美区板的材质 让这边上下有连接的感觉 让客厅飘高空间更大 玄关的空间因为比较近 所以也是复合性功能 那它有两种功能 那一个是兼做席柜公团 所以我们这里做了一个 厨物柜子的小空间 那再加上这边是做衣服的存放 一样它可以放一些衣物 我们在推门上面做的镜子 让它有反射 让这边的功能变大 那因为这个柜子是要增加厨房的 电器柜不足 所以那这边又多了一个电器柜 然后冰箱就放在这边 让这个东西能够连接在一起 我们在厨房跟玄关的中间 做了一个减餐坝 让屋主能够在这边吃吃减餐或喝喝水 然后在这个边餐坝台上面 我们做了圆弧形的角 让它能够修饰 不会在小空间里面会容易撞到 那它在这个柜子里面 我们也是做了储物功能 让它可以放一些干粮的东西 楼上是一间小房间 所以在这个衣柜 我们分了三种不一样的方式使用 这个柜子是属于抽屉式的东西 所以有花柜 然后第二个柜子是属于厨房型的 所以它有一些行李箱 跟折叠式的棉被 第三个空间是属于屋主的需求 它想要更衣间能够进去使用 所以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L型 旋转式的配音间 买房子不用担心空间小 经过设计师匠星独居的安排 不论是单身贵族 新婚夫妻或小家庭 都可获得梦想中的居住空间 当空间感放大 平效有效利用的同时 也是凝聚一家人情感的温馨时刻 这是我们当初设计的初衷 我一直想我们的台湾的象棋 为什么永远只能用塑胶压制这样子 然后棋盘都是一张纸 这个有三层 所以它一定会分出胜部 它不管直的 横的 斜的 只要连成一条线 就有胜部分出来